稍微回顧一下 上個禮拜基本上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把那個會員資料 把原來有總共五個欄位變成兩個欄位 五個欄位變成兩個欄位的話 那其實會牽涉到一個就是說 本來五個欄位你要切割 切割成串列 然後串列的話 你現在取得你要的那個位置 那位置一定從零開始 那剛好 我們要的是姓名跟手機 剛好在第二個跟第五個 所以如果 縮影值從零開始會變1跟4 那把1跟4資料取出來之後 那再做輸出 那輸出之後的話 我們上個禮拜有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把最後的這個資料 之前是把它存成文字檔 存文字檔非常簡單 就那三行還是有 F等於Open 你開一個檔 然後後面是W 然後把它 F.Rise Rise什麼 Rise你要寫出去的那些資料 有沒有 然後最後Close 那假如說你要寫成 Excel的話 那當然一定是不一樣的 OK 而且難度其實是 會高一點點 可是也沒有那麼困難 那首先當然怎麼做 還記得吧 上個禮拜我們有先做一個 安裝那個什麼 有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的話 我們是用那個 OpenPyExcel 這個模組 OK 那所以特別注意 將來如果假設 你內部沒有的那個模組 就有點像外掛 然後呢 你可以在用同樣的方式安裝 所以後面其實我們會用到很多的是 在Python裡面沒有幫我們預先安裝的那些模組 那你就要知道說 如果它顯示是 No Module Name的有沒有 這樣的訊息 也表示說它沒有裝 那沒裝你幫它裝就好了 那理論上 安裝的方式前面的語法都一樣 就是Python有沒有 然後1-M 然後Pip Install 後面就是它的那個 它的模組 它的Module名稱 那個Module Name 然後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OpenPyExcel 安裝起來之後 那利用OpenPyExcel裡面的幾個物件 裡面的物件 第一個啦 當然我前面講過 主要呢 Esser的架構 它最外層 最外面的其實就是一個Esser檔案 Esser檔案我們可以視為叫Wordbook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存取 Esser檔案的話 那這個最重要就是這個Wordbook的物件 OK 如果你有Wordbook的物件 意思就是你可以存取Esser檔案 這個概念 其實跟那個VBA一模一樣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對Esser的VBA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用 如果你不會寫VBA 你用錄製的嘛 應該知道錄製聚集吧 你可以 比如說你要開個檔 然後你把它錄下來 其實裡面會讓你看到 它的物件名稱也叫Wordbook 不過它Wordbook 不一樣的地方是它多加一個S 叫Wordbooks 它把它當一個負數 就是說它是一個集合 然後面就放它的檔案名稱 就可以把Esser檔案給開起來 所以特別注意 利用這個模組裡面的這個物件 產生一個物件名稱 我們取叫WB 利用它呢 就可以幫我們做工作簿相關的這個存取 那工作簿下一層的話呢 就是工作表 有沒有 所以工作表裡面最重要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也是一樣 產生一個工作表物件 那當然呢 預設情況下的話就第一個 所以呢 我們假設你不指定哪一個的話 你其實可以加一個點Active 點Active 點Active 意思是 我就指向第一個啦 不管哪一個 反正就第一個就對了 然後建立一個物件名稱 就是Shit 這個名稱自己取的 如果你不叫這個也沒關係 像那個 我記得那個什麼 TribT裡面常常會顯示 但它會出現的名稱叫Wordbook 只是我覺得有時候Wordbook太長 我就把Word拿掉 然後呢 接下來如果你要把資料放到那個 Shit 工作表裡面的話 那特別注意 就是Append Append其實跟那個串列蠻類似的 那只是說一般串列是放一個資料 那這個Append是放一列資料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概念如果有的話 那以後你就知道 那如果我要把資料放到 那個什麼 Excel裡面的話 那第一個 我就先把資料先準備好 然後我把它變成一個串列 然後再配合這個 叫Shit.Append的話 然後後面就給它一個串列 OK 它就會幫我把它寫進去了 所以上個禮拜其實 最後還記得 如果你要把那個 Excel的檔案 存檔的話 最後就利用那個 WB這個物件 它裡面有個方法 叫Safe 然後後面的話 加上它的檔名跟副檔名 那如果說你要有一個路徑的話 你可以再加上什麼 C帽號斜線啊 什麼什麼 目錄底下的什麼 那這樣它就幫你寫過去了 OK 所以如果有這個概念的話 以後要存 存Excel檔其實就簡單了 所以未來 我們在很多地方練習 我都會希望說 你們假設有時間就可以自己練習看看 比如說爬蟲好了 爬那個網路資料 那爬下來之後 你要存到哪邊去 但最簡單的啦 一定是TST有沒有 存TSD最簡單 或者填CSV最簡單 CSV跟TSD其實一樣道理 只是CSV是中間加豆點 然後呢 其次就是Excel啦 當然呢 如果你資料量非常龐大 還是比較建議 可以存成那個資料庫啦 那你如果存成Excel的話 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這個Append有沒有 Should an Append喔 它其實有一個限制 什麼限制呢 它最多的比數 最多是幾比 各位知道嗎 它最多的比數 大概 其實如果你是新的 也是有版本的話 其實你打開之後 大概就有答案了 你可以把游標放在A1上 Ctrl向下 其實它就會跑到最下面 就是1048576啦 其實是104萬 104萬比啦 所以如果你的比數 會超過這個數量 或者是接近這個數量的話 那我比較建議 你可能要改用資料庫了 不然的話你超過這個數量 除非你要技巧性的 可能你要再開一個新工作表 再切 才有辦法 還有啦 第二個 你的效率可能要跑很快 你的資料很大的時候 需要很快的話 可能也不太建議用Excel 因為Excel還是會有一個 執行效率上面的問題啦 OK 如果你要效率高的話 那可能還是建議 你可能要用資料庫來處理 OK 當然啦 我是覺得一般工作上 用到100萬比以上的 這個可能也不大啦 所以我覺得Excel現在 普遍的被 被使用 其實有它的優點 因為為什麼 你純進去直接打開 你如果要在Excel裡面 做其他的事情很方便嘛 有沒有 你打開之後 你要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或者你要跟POW BI 銜接的話 其實都非常方便 OK 所以上個禮拜這重點 還記得 所以呢 上個禮拜的話呢 我們其實還有哪個部分 就是先 還有把資料 丟到那個 就是Python之後的話 做讀取 那讀取部分的話呢 其實也在雲端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讀取啊 我記得好像 寫錄就是這邊的 就是在雲端的 第五個單元的 第十頁這邊 我剛剛講的 那如果要讀取的話 其實也非常簡單 我記得 這邊也有給一個 範本 就是讀取的範本 讀取在這裡 在第十四頁這裡 那實際上也是 運用這兩個 有沒有 這兩個物件 一個物件呢 叫WB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叫raw 底線 workbook 所以特別重要 剛剛是workbook 是寫入對不對 如果你要讀取的話 變成前面有一個raw 底線 那你給他一個檔名 副檔名 當然如果入境的話 你可以給他 他就會幫你把那個檔案有沒有 變成一個物件 就是W物件 其實一樣道理啦 你說要怎麼存取 很簡單嘛 就是利用這個 這個workbook 物件 他把它載到記憶體裡面去 那載到記憶體裡面去之後的話 打開之後一定是第一個工作表 所以如果你要另外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可能你要指定給他說 你要哪一個工作表 那如果我們假設不指定的話 預設的話是 第0個 不過這邊很奇怪一點 就是說 他的工作表還是從0開始 可是他的列 卻是從1開始 特別重要 列的話呢 是從1開始 他沒有統一耶 好奇怪 不過這個我們沒辦法改 因為這個模組是 人家幫你寫好的 你沒有辦法去修改原始碼 OK 除非你可能到那個 他的官方網站上面 跟他留言說 可不可以統一一下 不然怎麼有時候0 有時候1 到底0還是1 搞不清楚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假如說我們今天把它 如果要把它讀進來的話 那第一個你要知道 哪一個檔案 然後呢 在哪一個工作表 如果預設的話 第0個 當然如果你要其他一個 你就0 1 2 3 看哪一個 然後就跑個回圈就可以了 那這個回圈的話 基本上就從第一列有沒有 再到他總共有幾列 OK 因為range的話 他假設總共有幾列 所以必須後面加1 因為加1 你後面加1 就stop了 就停在最後一筆 沒讀取 所以加1的話 那底下的話 就是在跟他講說 我哪一個工作表 底下的sale的話 就儲存格 OK 那儲存格的哪一列 哪一欄 那1的話指的是第一欄 2的話指的是第二欄 那因為剛好我們手機 姓名在第一欄 手機在第二欄 然後呢 把他底下的value把它抓出來 然後中間加一個逗點 這樣就可以把資料 又從那個sale裡面 又把它讀回來了 OK 所以喔 可以寫可以讀啦 這個資料在雲端 白板的第五個單元的 第14頁 這邊可以把它當範本 我覺得這個範本 簡單好瞭解 那當然你們也可以問一下 CHARGB CHARGB給的答案跟我寫的不太一樣 他不是用那個for i in range 他是用for each 然後利用其他的方法去讀取 他是用這個啦 叫interrose 不過其實結果一樣啦 我是覺得如果結果都一樣的話 假設你沒有特別需求 我覺得不必要多學一個啦 我覺得兩個你大概知道 只是說你像我個人 我自己是比較習慣用這個方法啦 反正這很簡單嘛 哪一個工作部的哪一個工作表 然後裡面的哪一個儲存格 有沒有把它一個個讀出來 他就一個一個幫你把它列舉下來 跟那個interrose其實到了一樣啦 只是說for each 他是每一個都幫你讀取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再試試看 那底下這個畫面實際上是 我從那個什麼 也是CHARGBT啦 其實CHARGBT是真的可以給你很多答案 但只是他給你的答案 還是要做整理啦 因為他給的東西是還蠻不錯的 但是問題喔 給的程式碼有時候太多 太龐雜 而且有的時候喔 我不知道耶 偶爾難免會有一點點bug 那那個bug是非常小的bug 如果你看得懂程式的人 馬上就知道在哪邊有bug 改一下OK 但是如果你假設你不是很熟悉程式的話 你直接想說複製貼上就可以run 抱歉 可能不太可以 所以我是覺得啦 如果假設你想要搭配CHARGBT寫程式的話 可能還是要懂一點程式 你不是說完全不會寫程式的人 然後你問一下CHARGBT CHARGBT幫你自動寫 是可以幫你寫 但問題他給你東西不見得是完全符合你需求的 那你怎麼辦 你會不會改 像我自己會改 我懶得自己寫的話啦 問他一下他有程式 我就把它拿來 那至少會比Google到的程式碼還要精確太多了 所以現在很多的工程師喔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都會配合AI 幫你寫程式 省掉很多的麻煩 或者是說他可能是懂程式 但是他沒有那麼熟悉的話 其實也可以透過CHARGBT幫你產生 或是我現在用最多的是 程式跟程式之間的互轉 比如說我現在Python 我想要轉成VBA 很簡單喔 你把這個程式貼上去有沒有 請幫我把Python程式轉換成VBA 真的他可以幫你轉 而且是真的正確耶 像最近我在用Google的視算表對不對 Google的視算表它不叫VBA 它叫GAS 叫Google的Appscript 就另外一套程式語言 那當然一個在雲端嘛 一個在Local 那如果說 你假設你要把它改成雲端的話 那可是你那個語言又是另外一套 它是JavaScript的一個核心 那你如果不會怎麼辦 我試了一下 我把VBA寫好的程式貼在ChargePT上面 那跟他講說 請幫我把VBA轉成GAS 我GAS我都沒解釋 我說GAS 他居然都懂耶 而且馬上幫我轉換 轉換的結果 居然還完全正確 貼上可以用耶 我就覺得 好棒喔 以前的話怎麼可能 以前如果說 你要把某個程式轉換成另外一個語言的話 那這怎麼辦 你可能要學會這個之外 另外一個要學會嘛 對不對 你才有 現在沒有耶 現在他真的是可以幫上很多的忙 而且目前的話是GPT3.5 要付費是4.0 而且他4.5早就已經ready了 只是說他可能還沒有放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還要想說怎麼收錢 我在想 OK 因為4.0現在收錢 OK 那上個禮拜的重點 基本上就是幾個 這個剛剛提到的 還有一個 就是全省郵局地址 有沒有要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最後的話 我們是利用有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叫work 有沒有 OS的模組 裡面有一個方法叫work 這個work的話就是自動幫我給他目錄之後的話 他會告訴我這個目錄裡面有多少個檔案 檔名跟副檔名 而且更厲害是回傳給我一個串列 有沒有 那我直接用個回圈 就可以把每個 串列的每一個檔名 有沒有 跟副檔名抓過來 然後放在我要開啟的檔案的名稱後面 那我就可以把它直接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上個禮拜其實做了兩件事 最重要的是 就是把它怎麼樣 合併 有沒有 所以最後我們變成一個all.tst 然後最後呢 最難的應該這個 再把它分割 所以這兩件事 那我最後demo一下 生蓋器的吧 所以我們有兩支程式 一個是合併.py 一個是分割.py 然後呢 合併的話是這樣 我再把它demo一下 就是我是放在下載 因為我沒有換位置 這個全水郵局地址 那這邊的話有25個檔案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合併之後呢 在旁邊幫我增加一個all.tst的話 那我就直接直接執行這段 你乘式就OK 這樣大概九行 大概九行乘式吧 OK 那執行完之後的話呢 沒有錯誤訊息喔 理論上應該在這邊 就多一個all.tst了 當然呢 那個分割的話呢 是把這些全部刪掉 OK 刪掉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分割 有沒有 那分割的話就是把剛剛的這個all.tstm 這個檔 那這個檔實際上就是從三重嘛 一直到底下的鳳山 那中間呢有個特徵 就是檔案跟檔案中間呢 就是兩個換行 所以我們可以用兩個換行當成是分割的位 算是一個符號 然後呢 用split切割成串列 再逐一逐一的把它存檔 OK 所以喔 如果假設現在沒有對不對 裡面空的 那我可以用什麼 切割split兩個換行 然後呢 記得這邊要簡易 為什麼 因為鳳山尾巴有多兩個換行 這個會多一個 然後呢 再把它存到哪裡 存到我指定的這個目錄裡面 最後一樣嘛 right出去 然後close 分割完成 執行一下 OK 那瞬間其實基本上沒有什麼等待 那就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OK 所以這上禮拜喔 而且程式不多 那把畫面先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那今天的話呢 也許啦 請各位再延伸一下 欸 上個禮拜是文字檔對不對 tst 那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把上個禮拜的那個 excel 也把它加進來 那可能我們會需要幾種結果啦 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希望可以把這25個檔案有沒有 把它合併之後呢 不是一個tst喔 而是一個excel 就是xlsx OK 然後呢 合併有大概兩種模式吧 第一種模式是 把25個檔案合併成一個工作表 一個work sheet比較簡單 一個工作表 第二種模式的話呢 就是幫我把這25個檔案 分成25個工作表 有沒有 就一個三重 欸 那我就開一個三重的工作表的名稱給你 然後把它放在 就是把檔案變成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 然後第二個中立 我再開一個新的工作表給他 叫中立 然後把資料再放進來 欸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你們想想看好 有沒有 把剛剛講的兩個結合在一起 但是呢 第一個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就是說 它的分割符號呢 不是那個什麼 不是逗點 它是空格 不過沒差啦 反正呢 只要它中間有分割符號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分藍 有沒有 看分成幾 試試看好了 好